182 太陽報 集九巴兩員工警區52歲男子 2015年7月11日 港文A16 本報信 天水圍前晚惡乘客因為打風舞車搭 斗打九巴站長及車長案 昨晚警方在區內拘捕懷疑涉判男子通宵扣查 九巴發言人對事件表示 嚴正譴責暴力襲擊前線同事的行為 如如習的姓林 站長和姓莫 車長 經已出院 目前正在放病假休養 另外 九巴員工協會發表聲明 對事件感到憤怒 指員工在台風下緊守崗位 盡最大努力為市民繼續提供服務 大惡劣天氣下路面情況難以估計 以汽車交通運輸液總工會逆止 事件令人痛心 希望乘客可以尊重前線巴士職員的新勞工作 案發去前晚7時許 8號封求證高原 一名中連看在天 H巴士總站 而因巴士暫停服務 發怒向臨 莫兩人襲擊 將兩人推倒在地 右掌刮莫 兇徒請兇後途去 警方根據線索展開追查 於昨晚九時許 在天日 H 拘捕姓蘇 52歲 男子 以涉嫌襲擊 一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扣查 我的規格 除非 我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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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